黑色星期五,库纸大跌2.49%创业到3.34%股民,收盘终于不跌了。 库纸跌近2.5%失手2600点创投概念限跌停潮,11月23日,三大股纸大变下挫,库纸失手2600点。 截至收盘,库纸跌2.48%,报2579.48点,深重纸跌3.26%,创业板纸跌3.34%,盘面上,身外28个一级行业周,有色金属,计算机,军工等8个板块跌幅抽4%,创投概念股权限沙跌,平常也跌停潮,个股方面,两次不足200股上涨。 创投概念炒作极具降温腰股市北高新跌停,此刻创板宣布以来,崩炒了大半个月的创投概念终于降温,11月23日上午,大盘滴开滴走,截至物件修饰,领跌的创投指数跌幅,高达5.47%,其中腰股市北高新,600604,SH一字跌停,保收10.22元每股。 上正宗指示售2600关口创投概念大跌于7%,盘面上,湾恩的创投概念指数大跌7.40%,市北高新,米逢特指,路线创投,酒顶投资,负担负华等跌停。 护质能改皮卡关注2600的支撑力度,创投概念股领跌护质2600点一些面临重大考验,热点方面,近期就题材和新热点频繁轮动,板块持续性不佳,建议关注优质的低位股,重点把握存在不长机会的个股,整体来看,仓位要合理控制, 保持一定的谨慎情绪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